到中圈準備進行跳球了 身穿黑色球衣的是夢想家 玫瑰金的則是新北國王 田柯妮交給阿琪 阿琪最近兩場比賽都拉上先發 球是在中距離級 交給莫倫斯 晃了一下 來到中距離 再交給大壽司 來個翻身跳投難度很高 打到前框 其實國王隊很聰明 蘇士軒大概197 98公分左右 來守麥卡洛 不管是身材的厚度 機動性也都是跟得上的 往藍底下交 我覺得我抱歉 是去年的暑假 跟著國王隊去 一定訓練的時候手腕受的傷 對 所以這季開季比較慢打 麥卡洛交給阿琪 盧冠良 外線出手彈性 而且今年是減重有成 差異真的應該是在減重的部分 還有他 之前去年來的時候很久沒比賽 卡拉曼 下去 麥卡洛 目前為止三頭零中 陳柯寧 再交給麥卡洛 卡拉曼在藍底下有錯位機會 曼尼高 大腳轉移 給到阿民 3分線 晉明從下半季開始 手感也在持續加溫當中 對 2 3 3 卡拉曼 楊欣之又來1對1防守 交給李德溫 投一個中距離命 而且球隊也是有意在控制 他的上場時間 是 你必須要保留到 重量的比賽就像季後賽使用 盧冠良 甩開的防守 這一個打板3分 3分 盧冠良 確定是要擦板嗎 這個不管怎麼樣 進了就是好球 莫倫斯 在湖頂他的熱血 卡拉曼 個人單打 球交給阿極 林俊錡吸引了防守 繞過籃框 往外線分 盧冠良 這一次第一時間找到籃底 楊敬敏 這一次傳球出現失誤 夢想家的機會來了 地板傳球 一箭傳球 繞過籃框 阿極球隊一直在領先 今年賽季搶軍個人傳出四個助攻 沒有人對上來 那帝王木就 林俊錡 這一球撿右撫手得相當到位 但是 因為沒有換防 所以防守者只能追屁股 而且你要看他的節奏 跟他踩的最後那一步 海燕 外圍把一個 麥卡洛 突然拔起來 目前為止還沒有命中 Feel Go 會是這一顆嗎 切入進取有了 變成永勝的防守 一Cross Over 選擇往進取走 再往外分 Quinsey Davis 拔起來 在45度角 麥卡洛 拿到球 這打到法式樣子貼著他 會打球 我覺得 剛剛提你講的 夢想家最近的戰績 但我覺得除了千克迪 結號回歸 對 還有軍旗以外 就是德威的方式 整體的表現非常精采 戴維斯的麻辣火鍋 對 這就是出自軍在前面 一直頂他 給他力量 他最後跳不起來了 Devis在後面等 你看那個 眼神的假動作 漂亮 切傳來到藍底下 卡拉曼 這一次外線出手 彈了兩下還是沒進 這次戰權方式 沒有辦法阻止阿牧 這邊排練的價值了 這次的往藍下掉夠到位 個人在今年賽季 有4.5次的助攻 阿淨 總距離拔一個 右手 交給阿牧 對 藍底下又是一次錯位 卡拉曼在四速度角 直接拔起來 這個位置連續兩次出手 都沒有命中 對 那一個 我回給 有些危險 他定完 林俊錡 再來一個 怎麼會放他頭呢 對 這個 木太沉退了 對 因為現在你走到 你要知道說 你的人去擋了以後 是 阿極進來了 阿極今天個人 第三個中距離 哇 要贏的 對 同時凱彥能夠自己打進來 但這一次藍底下拉桿沒有 卡拉曼的轉換攻擊 拿下分數 回夢想家 第一個得分上雙的球員 交給凱彥 布里斯持續尋找機會 最後凱彥選擇自己命中 今天單場第二個三分球 這個已經打得很快了 田肯寧 空中拉桿對抗 擺進兩分 不過前場的快攻機會 簡佑澤在藍底下插板 進攻前肯尼 選擇在外圍直接投 結果沒碰到藍圈 藍底下卡拉曼拿到 卡拉曼在外圍直接出手 籃板球掉在阿明手上 前場阿牧拿到球 沒有人能夠放手 倒扣 又是一隻怪籃 現在雙方12分差距 始終沒有辦法拉近 麥卡洛 外圍比一個 帶一步來到中距離 帶下進攻籃板 交給德威藍底下放槍了 可惜啊 上半場的比賽剩下4分18秒 穆倫斯 不能放啊 又在這個位置 應該也是準 但是湖底就是他一直在那邊 有那個位置 哇 曼尼高又把球抄到 全場一條龍的機會 又是一個怪籃 麥卡洛 球差點沒有點掉了 哇 這一次背後給球 前場又是一次快攻機會 小米把球抓得拿中的 超距離 掉底的救回來 阿米 這一次打得有點 太有創意 差點要出現失誤 曼尼高突然來 對角轉移 這球很漂亮 前滾寧 三分線外把握住 連拖帶拉 還是沒有辦法阻止他來到籃下 對 這次的防守世界非常好 就是讓 不論是你從很遠開始進攻 消耗他的體力 同時在轉換進攻當中 馬卡洛 要到了一個M1 交換 麥卡洛看到是 林蘇維從他快攻的時候 用身材優勢 開了進去 這一次對於球的保護座 交給蘇維 阿米 我想要是找個區域 外圍假晃在中距離 直接擠挺 穩定 德威 這一次轉換機會的 5秒階段 曼尼高外圍出手 沒人對上去 那就是一個3分 這一顆3分球投進抽 雙方來到20分的差距 進攻時間跟比賽時間 差了4秒左右 我成功頂高 他從湖頂直接下去 斜防操這顆球 阿牧在籃底下 又是爆扣 接下來 我相信這個化學效應 會慢慢反映 在聯盟的呈現上 會的 我覺得 22分差距 第三節比賽開打 楊敬敏在湖頂繞出來看進 錢肯尼開拳 幾乎在45度角 力道大 攻了4次都沒進 對 好啊 但是這一次的轉換攻擊盤 林俊綺 交給麥卡洛 3分球還是沒有 長籃板 錢肯尼拿到 藍底下拋頭得分 現在國王隊打球已經笑起來了 對 國王隊打球就是 你看他們覺得 球也會流動 麥克爾 對阿籍同樣只有身高優勢 往外交 楊敬敏 頓一拍再交出來 麥克爾外線投射 坦性的3分 76比51 林俊綺 3分線外打起來 成一個完整的對比 林俊綺 好球 錢肯尼交給卡拉曼 老烏繞過了掩護 在接船 李德溫藍底下插巴拉曼 這是他喜歡的節奏 不過這一支藍象沒有放進 這步沒跳起來 漂亮 哇 這一支傳球 這方打一個快攻就差4分 麥尼高今天助攻也上看雙位數了 個人完成的雙倍 藍底下卡得激烈 卡拉曼拿到球 再撥了一下 李家俊 收球跨步 找到吳永勝 在心臟地帶拋頭 國王隊的進攻 麥尼高 這一支留後門又找到林書瑋 麥尼高 這一支的下手放來沒有 前場機會2打2 吳永勝 交給卡拉曼 踩一個歐洲步進來 結果藍底下還有周博才 吳永勝 繞過了掩護 砍進3分 4分鐘可以追啊 這個差距挺大的 而且阿牧上來 他的血條是滿的 俊男那個下手很快 剪掉之後 楊金銘 往全場推進 交給陳俊男 對 陳俊男要用一個弧線 分手上籃 對 陳俊男自己防守成功 又可以用切入得分 而且剛剛那個上籃的難度很高 陳俊男今天賽季3點6分 地板給球 卡拉曼比一個假動作 往進取走 這樣來打阿牧是好的選擇嗎 他說沒有問題 來打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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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組擋拆 高打板沒有 藍底下還有阿牧 這一次的跟進非常精采 對 來打阿牧 這一次是一個麻辣火鍋 重手成功 前場轉換的機會 錢肯尼殺進來 在持續到點之前擺進2分 能不能夠拯救球隊呢 被點了一下 戴維斯拿到球 前場有快攻的機會 李凱諺這一球打得客氣 沒有人追上 阿牧 高過掩護 球在交出來 林俊吉外線投射 命中的這一個3分球 交給李凱諺 能不能夠互相比 肖能力道大了 麥卡洛的籃板球 4個人在過半場 麥卡洛 收球要的收音 又是一個競算加發 JJ 腳給曼尼高 檢右折 外線投射 麥卡洛 腳步有些亮相 又是曼尼高 想跟檢豪打小組配合球 被操了 No looking past 小米在籃底下晃出空間 籃底下還有戴維斯的進攻籃板 要來控制一下節奏 曼尼高 拿到球在心臟地帶拋一個沒問題 上來包含限制阿極跟麥卡洛這一波防守都有效果 成軍籃走底線 交給凱諺 凱諺側一步 樓吐砍進 這夢想家回防是已經有把速度拉回來 還有位子 但現在就是進攻了 戴維斯的三手爆痛 還好 不好意思 我的效率比較低 麥卡洛飛進來 這就是去年球季的皇家空軍 所以說對於夢想家來講也是一個 還算可以接受的狀況 麥卡洛 上路進去 這個陣容打到底了 林書瑋右手拋頭放偏了 衝搶進攻籃板 巨男的積極 拚靠 交給林書瑋 再投一個外線 繞過 如果前面抄角又是一次超捷 第九次 麥尼高 交給林立仁 外線出手的機會 命中3分 第10 他接下來每超一個都是 把自己的數據 奠定歷史的定義位再多一點 麥尼高 還是進攻 進去拿下分數 你看他的腳還是有力的 他彈起來的高度 速度 得分籃板助攻 超捷的大四喜 麥尼高今天完成史詩級的表現 一彈給球 然後給周柏成奇 這個不只在聯盟 我覺得你這個放到 我剛剛講的 你放到亞洲好了 人比也好 都太難了 麥尼高信心來了 拿就跳了 還可以到怎麼樣的成績 兩邊換上了全本土 陣容要來完成最後一分半的比賽 朱士軒 往往一給 台中在打板 117比87 官方在 那比賽應該還可以再克服一球 晴空籃板 摩承拿到 自己的學弟 可以不用再攻了 那比賽 國王隊 最終以117比89 無情放倒了夢想家 拿下了 7連勝 追平隊史紀錄 同時也是Plus League 在2022到23賽季 首支完成20勝的球隊